有一次美的火花,烈火燎原玩家,头皮纵容还有艳燃的佳话,战胜花蛇的模样,光潮中成枯花,英雄国王终究是大狼逃杀。 了解古人经历,探寻历史足迹,若看不懂古文,不妨听听史迹。 对历史故事,感兴趣的朋友,在这里可以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趣闻。 喜欢中国历史的朋友,可以继续关注我们Y哥社团的《中国未解之谜》系列作品。 好了,不多说了,下面就和小方一起听听今天的历史故事吧。 我们史记在之前跟大家所说的原始社会的内容,是以考古学家的调查研究作为参考的。 但是从现在起,我们的取材就不仅限于科学考古了。 因为在今天之后的事情,基本上都有史书在记载了。 我们就把史书和考古的调研结果结合在一起,争取给大家还原相对可靠的历史面貌。 在原始人形成大大小小的部落之后,各部落之间面临着有限的资源,便发生了战争。 小部落会被大部落吞并,而大部落又会被更大的部落吞并。 经过连年的战争之后,中原地区形成了以赤油、炎帝、皇帝为首的三个部落。 而大家要注意的是,无论是赤油、炎帝和皇帝,这都不是他们的名字。 这只是一个部落首领的称谓。 当时的赤油原名叫梨滩,炎帝是江鬼,皇帝名渲源。 后来皇帝部落和炎帝部落在版权这个地方发生过战役,结果是皇帝部落取得了胜利。 炎帝归顺皇帝,自此炎黄部落就此诞生。 而我们重点要说的是,炎黄部落与赤油部落之间的决战,着陆之战。 这场战争发生距离现在有了五千多年的历史,也是我们常说的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起源。 皇帝驯化了柴狼虎豹等野兽,命令他们做先锋,进攻赤油。 而当时天气情况对皇帝非常不利。 而且因为对地形的不熟悉,不但风雨大作导致皇帝的大军迷失了方向。 此时的赤油,看着这般极端的天气,料定皇帝一时半会地打不过来,防守也就懈怠了下来。 但是皇帝聪明异常,他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,制作出了指南车,找准了方向,片刻之间指导赤油的大本营。 结果,出其不意地捉住了赤油,杀了他。 至于赤油死后,他的手下又该怎么处置? 请期待我们下一步史迹。 一趟,从云一场,造出指南车就图人门。 城池又,没有防备。 被人袭击死得太悲催。